到了 快到了 哈利哥加油 加油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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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那一刻已經忘記你這個 騎了那麼久才騎到終點 終於等到那一刻 那一刻是又有一點離情 有些傷感的 又有些滿足的 接的時候覺得很累 想說還是趕快結束吧 但是真的結束的時候 你又好懷念 以前知道無畏無懼 這四個字 那現在 就真的是會用無畏無懼 去把後面的人生 給完成 每天投射在 運動這件事情上面的時候 是我 最快樂的時光 來 同學的 帥啦 好 雨天 謝謝哈林哥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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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有點不太真實 就好像 騎回來了 然後這一切是不是 就結束了這樣子 運動 絕對在你的人生裡面 會有一個很重要的角色 你願意去做 你就會做到 你就會達到目標 好 小心 傻嗎 哈林哥 為什麼我們都沒有掛到過來 抬上去 OK 我三二一我就喊了 好 三二一 去 哈林小隊 環高挑戰 成功 好厲害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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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過年了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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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厲害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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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環島 我覺得它只是一個 核心價值 或者是我們 對外的一個口號 我們把一件事情做好 功德圓滿 好這一切 不管它是好是壞 就結束了 傳奇也會結束 失落也會結束 可是最少它 有一個過程 我也希望 它給大家 有一些些的啟發 會帶動一些 也許是運動的風潮 也許是對生活的 一個觀念 態度 環島這件事情 到此 正式告一段落 凱旋 回到台北